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是恨意 他将液体倒入杯子内 拿出了特制的试毒针 将针放入杯子内 看着针慢慢被染黑 惊吓抬头看了一眼 陆毅和杨成万 道 他种的是一种叫做冰心的毒 该毒无色无味 预见水后才会散发出毒气 此毒是通过呼吸传入肺部 导致人呼吸不顺畅 进而死亡 该毒虽然是散发在空气中 然而波及范围比较小 只有附近的人才会中毒 若是周围没有人 此毒也会自动消散 陆毅听见金夏如此说 貌似懂了 为何牢房内会有一滩水迹 金夏继续道 这个毒可恶的点 便是他不会让人察觉是中毒而亡 反而会让人误以为 死者是暴病而亡 你是如何知道 曹大人是中毒而亡的 金夏谈到此处 言语间略有些愤恨 他抬头看着陆毅 想知道他是如何确定 曹大人是中毒而亡的呢 毕竟看曹大人的样子 在赵玉内定时受到了私刑 陆毅淡定得道 我用刑 若想要留他性命 便绝对不会失手让他死 这点分寸还是有的 他的声音很轻 但是金夏却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锦衣卫终归是锦衣卫 就算他长着一副 谦谦君子的模样 他也终究不是谦谦公子 金夏的恨 夏儿 你怎么会识得这种毒 阳城万略有些疑惑地看着金夏 他教过金夏追踪 教过金夏验尸 但是这种毒 是他都从未见过的 金夏怎么会知道呢 看他的表情 貌似对这种毒 不仅仅是知道那么简单 金夏冷哼一声 嘲讽般道 我何止是知道 我还与用毒者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阳城万略有些紧张地说道 师父 这种毒 严家有 而我三姐 便是死于这种毒 金夏眼睛里面充满了仇恨 想到这里 他恨不得将赵玉内的刑法 在严世帆身上用个便 严家 陆毅心里冷哼一声 果然是严家 他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 心里早就有了答案 这件事情 必定出自严世帆之手 严世帆 怎么会毒死你三姐 你三姐不是 他明媚正娶的妻子吗 杨城万突然间 感觉到了危机感 严家不是一向和吴家交好吗 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师父 你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知道 当年因为父亲执意 严家联姻 你便离开了吴府 从此不过问吴府的事情 可是 我三姐 只不过是替身而已 严世帆根本不喜欢他 至于他为何被害 我至今想不通 或许 三姐知道了 不该知道的事情 才被他杀人灭口 今夏将自己的怀疑说出口 不知道为何 一向小心的他 下意识之中是相信陆毅的 虽然陆家和严家 也有联姻关系 但是陆毅执意调查此事 便也能看出陆毅的小心思 尤其是陆毅居然会找师父来帮忙 让今夏更相信陆毅的为人 定不会包庇严世帆 杨家被严家所害之事 官场上的人皆知 今夏不信 陆毅不知道此事 虽然杨承万隐姓埋名 但是以陆毅的能力 怎么可能会不知晓呢 陆毅低头看着今夏 没想到他和严家 还有这样一层仇恨在 看来 有些事情冥冥之中 早就注定好了 而他和今夏 乃是天定的缘分 你看 就连仇恨之根源 都是如此一致的 杨承万看了一眼 眼前这两个孩子 语重心长 得道 万事不可操之过急 虽然我们敢确定 此事是严世帆所为 但是却没有确凿的证据 毕竟这读 谁也不敢保证 便是严世帆的 我知道 今夏的情绪慢慢恢复 将针拨出 放回了眼尸箱内 你们接下来打算如何 杨承望望着他们问道 放长线钓大鱼 狐狸尾巴迟早都会露出来的 陆毅回复道 你能这样想 最好不过了 按兵不动才是上上策 一旦打草惊蛇 后果不堪设想 嗯 陆毅点了点头 照顾 三人从冷库内走了出来 今夏双手抱肩 洞得瑟瑟发抖 陆毅瞥了一眼 今夏 看得他 洞的脸色有些发白 慢慢脱下了自己的披风 替今夏披上 今夏没有想到 陆毅会在杨承望的面前如此 他一脸惊讶地看着陆毅 陆毅倒是觉得 没有什么 反而是细心地 帮今夏系好了 披风上的袋子 我 我自己来吧 陆毅拒绝了今夏的恳求 继续帮着他戏披风 杨承万见词 别过脸 不过 却真心替自己的爱徒感到开心 看来 这个陆毅 倒是蛮细心的 披上了陆毅的披风 今夏瞬间便不觉得冷了 他严重怀疑 并非是披风的功劳 而是陆毅的动作 让他瞬间觉得血脉沸腾 浑身发烫 瞬间便暖和了 若是你现在摸一摸他的小脸 那是滚烫滚烫的 刚才的冷意早就消失不见了 师父 你接下来打算去哪里 要不然 留在陆家吧 今夏看着杨承万问道 不了 我打算去杭州 寻找我失散的侄 你四哥最近可有偷懒 杨承万笑着问道 他呀 还是老样子 有的时候我在想 若是我是他就好了 就可以大展拳脚了 今夏笑呵呵地回复着 你呀 不要幻想不存在的事情 珍惜眼前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杨承万看了一眼今夏 意味深长地说道 我知道了 今夏笑着和杨承万告别 是啊 他已经很幸运了 起码 比他三姐要幸运得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